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席发布会 倒是很耐人寻味 台下的记者都是唯恐天下不乱之辈 轮到记者提问的时候 话筒怼到了陆芝的脸上 陆先生 为什么陆家主和陆二少没有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是不是你们兄弟之间出了问题 今天是陆大少订婚的日子 陆家主不出现 是不是对陆延两家联姻有意见 你能回答一下吗 不得不说这些记者都不是省油的灯 专门往陆芝商口上戳 还一戳一个准 陆一看见陆芝的脸色僵了一下 不过片刻便恢复正常 笑着说道 不知道你们是在哪里听的这种谣言 大哥最近忙于公务 我哲现在还在医院呢 晚上会出席订婚晚宴 是吗 可是据我所知 二少一大早就出院了 是不是没通知您 陆芝快被记者弄得绷不住表情 深吸一口气 记者先生 我折前些日子受了重伤 我恳请你们不要去打扰他 若是我知道有人骚扰我折 我一定要告得你们倾家荡产 陆芝这么些年 虽然一向遗老好人形象是人 不过陈夏莲也是很涉人的 更何况只是一个小小的记者 他完全有能力这么做 场面一时间有些寂静 有记者低头一阵霹里啪啦 也不知道写些什么 陆芝见词 害怕他爹抱走 急忙接过话筒 今天是我订婚的日子 你们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了 记者见词 急忙将话筒对准陆芝 请问大少爷 前些日子有人拍到 你被严家接出陆家 是不是同二少爷发生争执了 有传闻 您为了陆家继承人的位置陷害堂弟 是不是真的 陆芝听见这么尖锐的问题 却没什么反应 脸上还是一片笑意 记者先生说话要讲证据 我跟二弟的感情很好 你这么说 完全是在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 至于陆家继承人的位置 大伯说给谁自当给谁 我完全没有意见 再说了 兄弟之间吵架斗嘴 不都是很正常的吗 难不成你在家不跟你兄弟吵架 被会怼的记者见陆芝笑咪咪的 说出的话却不尽然 付匪道 普通人家的兄弟吵架要钱 你们兄弟吵架要命啊 电视机前观战的层服 却忍不了了 指着电视里陆申的脸瞪大了眼睛 老大 这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他说那意思不就是家主不让他当继承人吗 他怎么不说他做的那些烟杂事 这人简直太无耻了 陆一倒是没有什么表情 不像层服那么激动 继续看着 发布会上 陆申继续在侃侃而谈 话里话外的意思不外乎 是陆家现在的话语权完全在大方 他们二房被排斥在陆家之外 口口声声说着 全凭大伯和二弟做主 而且就连这场婚约 也都是从陆一轮到一个意思 不要了才给他的 陆申说完 镜头给到严世帆和载兰叶 两个人脸上的表情不变 好像没听出这个意思一样 电视外层服还在抨击陆申的不要脸 陆一却看见了坐在严世帆身边的女人 刚刚她觉得熟悉的人 就是在西北的时候去看惊吓的人 林家人 陆一沉默了一下 能坐在严世帆身边的人 肯定与她关系密切 不知为何 陆一突然想起了当初严世帆的那个婚约 林家在西北的时候 这个女人去了之后 她才出的事情 而上官西查出她受的伤是林家栋的手 这个女人是林家人 婚约 以前零零碎碎想不明白的东西 此刻见到这两个并排而坐的人 陆一一瞬间想明白了很多 勾了勾嘴角 原来如此 那她就不怕了 陈福刚说完陆申的无耻 回头一看 自家老大在勾着嘴角笑 有些莫名其妙 老大该不会被气傻了吧 这都能笑出来 谁知道陆一伸手关了电视 交代陈福 去让人切了西北林家的生意 不必隐藏 就让他们知道是我做的 林家虽然地处西北 但是在帝都也有生意 而且都是赚钱的生意 不过放在陆氏眼里 倒有些不够看了 只是都卖林家一个面子 没有人去抢饭碗而已 陆氏这么干 摆明了是想同林家对立 陈福有些不明白 陆家现在基本上是与颜家对上了 要是再对上林家 是不是有些得不偿失 陆一见她愁愁着 皱着眉头 怎么还不去 老大 对上林家再加上颜家 是不是与我们不利 陆一斜了她一眼 对我动手的就是林家 陈福神色一灵 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走了出去 陆一又坐了一会儿 见金夏还没下来 想了想 决定上去看看 别墅的二楼只有两个房间 三楼是书房 陆一上去的时候 金夏正好从里边那一间房间出来 正对上了陆一 乍间之间 陆一顿住了脚步